好我们这边来看一下MRC对阵机器的第一局下半场 这边西安无谋首发上场搬掉了佣兵选出了小提琴 这个谁都知道什么意思了对吧 反正我选个红夫人打你们你们保平 我比较难打我不如对吧掏一手小提琴 反正已经输5分了嘛 你输5分跟输10分差了 你说差真的差很多吗 没有输2分跟输5分是差很多 但是输5分跟输7分或者10分 其实差了也不是特别多 就这局基本上就算了对吧 后面两局赢回来才有机会能翻 因此这边他选了一个小提琴准备平一枪 能拿4杀最好拿不了吗 反正能拿多少拿多少了 技能的话这里是选择带了闪现 这也是跟目前的排位是比较相似 他可能排位已经打习惯了闪现 但是我们要知道比赛服的小提琴加 用插眼的话插眼是没有削弱过的 相对来说还是感觉插眼会更加好用一点 好这边抓到一个技艺师 小提老师一根弦拉没拉住 交互点这也敢翻 一高人胆大 这你要是翻了吃个正色那不没了 天赋后面带了通级带了愤怒带了插刀 抗性也点上了 这里得抓了机械师 然后有鸟 关键有鸟 他这边要怎么样呢 就要把鸟骗出来 或者说技能把鸟顶掉以后闪现追一刀 因为这边相当于两个血 4黑里面的先知 这个鸟给的相对来说还是会比较及时的 好这边这个技能没拉住 闪现交不交 闪现一刀击倒 鸟没给出来 鸟没给出来 应该是没有想到 应该是没有想到他这个点会闪吧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先知的鸟也没有CD 就是压根没有看 压根没有看 对于穷者来说 机械师牵制的时间闪现都已经牵制出来了 而且没有倒 闪现用掉以后 这个地下室可以压一压 他们可以选择不救宝瓶的 因为对于穷者来说 我鸟也在对吧 要救就是前锋顶鸟救 或者什么人顶鸟救 什么人来了 要救还是压 目前来说不清楚 直接是遁地 什么人遁地 绕过来 卡着吧 我觉得可以卡着 硬要救吗 硬要救 硬要救 反正就仗着自己有鸟 硬救 那等你出来 这根鞋好像拉出问题了 这根鞋拉在了上面 那这边可能打不到这个手墓了 一刀 救下来 带出去 鸟的话要给 要给手墓 不能给这个机械 给这个机械没有任何用处 一拉没拉中 机械师这边一刀倒地 还行吧 我觉得这一轮就对于穷者来说不亏 不亏 因为首先他倒到了外面 然后也没有过半 小天家没有通过 因为刚刚那根鞋 我们可以看到 他本来防手墓的这根鞋 是拉到了地图的上面 拉到地下室的上面 没有拉到下面 所以说就没有机会打一个两连 鸟也没逼出来 那前锋这边舒服了 外面三台机 手墓把自己的遗产点掉 娃娃这边还在修 能点掉两台 其实外面三台机已经够了 先知道鸟也没给这把 如果前锋保护的好 甚至有机会去争一个三跑 吃一刀拉球走 吃一刀拉球过去救人 或者直接拉球过去救人 顶鸟也可以 这边先知 好看了 鸟直接给吧 对鸟直接给上 对吧 不跟你嘻嘻哈哈了 什么乱七八糟的 躲掉技能以后 这边救下来就可以 不会吃个震慑吧 好 来看 两边博弈 打椅子了 今天喀哥好稳 反身在撞 这把有机会三跑了 先知的电击已经快好了 这边直接翻到那个大房里面 即使你这根鞋拉中都没有用了 前锋这边可以不用管这个机械师 让机械师在自己这边玩 直接电击点亮 这局三跑有望 因为现在闪现还没好 技能还切不了 机械师这个位置 看一下这局的一个悬念在于 能不能四跑 我们看一下递交的一个位置 递交的位置不在这边 在中场这里翻一个窗 加速往外转 闪现好了闪现一刀拿下平 那个三跑三跑 也是就是求人者这边的一个合理安排 这前锋 等会儿 风哥 有大半个球 大半个球问题不大 大半个球看见前锋了 哎呀好急好急 可惜我没闪现 前锋这边还翻个板 拿球帅 拿一波 今天咖哥很稳 那波就机械还是非常稳健的 好了 那这边双方第一局是战成了一个8比1 7分 7分其实差不多吧 你7分和5分也不会差特别特别多 你要翻就是后面两局全赢回来 那么在BOE的时候是MRCR一个大比分领先 就会给你一个小时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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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